中間姐倒數好不容易 想吃的蛋黃酥明天北上快閃 白貨11點開門 民眾9點多就來排隊 但卻有民眾買回去之後 一口咬下掉下來的蟹血 真的沒有看錯 是剩下一半的蟑螂丟在碗裡 民眾蔡小姐收到朋友送的 不二糕餅蛋黃酥 放冰箱兩天之後拿出來 中間化刀微波加熱 長輩吃到一半覺得怪怪的 低頭一看真的嚇壞 是只剩下一半身體的小強 擔心另外一半是否已經被吃下肚 也擔心長輩身體是否會被影響 從蛋黃酥的哪裡掉下來 蔡媽媽也不清楚 部分網友質疑 因為蟑螂剖面很平整 小腔也沒沾染內餡 會不會是栽贓 但蔡小姐解釋 只是想提醒食安問題 也不是要求償更非同業 一日澄清每一顆蛋黃酥從內餡到包裝都是師傅純手工製作 而且紅豆沙非常柔軟 這麼大的義務被完整包入蛋黃酥內 機率很低會再更嚴謹把關 實際到百貨快產店面就是純賣蛋黃酥 試吃製作統統沒有 至於會不會是物流問題可能就得再了解 畢竟是蛋黃酥台中民店食安問題 掏客們自然會用放大鏡審視 這浪到底哪來 可能業者製作 消費者買回家都得再多加留意 TVB的順取家的另一台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